出电刀的刘备到底有多强 你看 这个刘备 在人群中两枪就能顺秒加罗 八分钟就能领先对面打野三千经纪 就连偷袭袁哥这种英雄也不在话下 如果带着杨美明示眼 那更是如虎添翼 赶快叫上家的野王吧 我们一起来学习 新赛季最好上分的 电刀流刘备 这个赛季 即使在顶端局里 刘备的胜率 也能排进全打野前五名 但还是有很多小伙伴说 刘备这个英雄 伤害低 摸不到人 太笨重 所以一玩就输 这并不是因为你的操作不行 而是因为你们有一套足够好用的出装 所以哪怕你操作再强 也发挥不出刘备的真正实力 而这个赛季 刘备的关键出装 一个是吉部之血 一个是电刀 我们先说吉部之血 上个赛季 吉部之血经历了一波加强 可以提供80点击水移速 同时呢 拖战还有额外的60点移速加成 加在一起就是140点 它的优势很简单 一个字 快 下面我给大家示范一波 加强漏头了 所以我们先蹲草 触发拓战 等时机成熟了 一进行加速 二进行直接撞 这里是我手慢了 但如果是你来的话 这波加强就没了 但你要记住 吉部之血的优点 不止在于抓人 它可以让你跑图的速度更快 可以帮你节省大量跑图的时间 从而提高你刷野 反野 倾限的效率 让你的经济和战斗力 续续提高 那有的朋友就疑惑了 我以前是出攻速鞋的 这鞋子一换 我攻速跟不上了 怎么办呢 所以呢 我们就要出第二件核心装 电刀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攻速和移速 但这不是关键 关键在于 它让刘备获得了魔法的能力 每三次普攻 就能释放一次闪电链 打出相当高的法杀 我们这里来测试一下 先存一枪 然后AA EAA 可以看到啊 闪电链特效触发了两次 这是因为刘备的E技能 可以让下一次普攻变成两连射 所以触发闪电链非常容易 而在前中期 大部分英雄都是不会出魔力斗篷的 所以我们出了电刀以后 无论刷钱还是打架 都会特别猛 在几步鞋电刀出完之后 我们可以按顺序来做 先出暗氧战斧 再出末世 最后的纵视之力 如果前期缺续航 我们可以提前出吸血之连 而到了后期 我们要提升容错 就要卖掉鞋子 换成复活甲或者爆裂之甲 这套出章在前中 其实全输出 所以打团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当前排 可以多蹲草 或者后手经常打收割 当然呢 你也可以带一个摇 让他帮你先让打控制 只要记住 三分抓七分刷的原则 你的刘备 绝对可以起飞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后面我会继续更新 刘备的更多技巧 以及实战讲解 最后 我是侦探 国父项羽 国父公文武藏 期待你的关注